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欢迎收看《正正有词》 我们在节目里面每次来聊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喜欢尝试大胆的一些事 是胆子嘛 尤其年轻人 哪个地方听说那个地方是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 他一定要去 哪个地方列为十大鬼屋 那一定要去看一看 很多人都会是这个样 但是有一些人 你有没有想过 他不像你一样 喜欢去尝这种仙 但他天生下来 我们一般称之为 你叫灵异体质也好 你叫敏感体质也好 他就是感应得到 或是有的是 看得到一些 类似像这样 你有想象过 他们的人生会是怎么样吗 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场这个样 他们看到的是满坑满谷的人 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可是如果真的面临到这些话 有些人承受天命 那生活可以帮助一些人 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去挨过的话 那个日子会不会真的非常恐惧呢 总不能每天面临到 这样一些状况吧 好 今天在节目现场 为你邀请到一些来宾 他们这里面 就是有这样一些体质的人 那他自己来告诉你说 平常的日子 跟你我的日子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这时候你会发现 平凡一点是幸福的 OK 好 来一开始为你介绍 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周知边第一位 资深媒体员洪树青 吴哥好 大家好 歌手董玉君 吴哥好 吴哥好 大家好 来 右手边为你邀请到的是 民宿专家 薛言俊老师 吴哥好 各位观朋友 大家好 资深护理师 侯怡晨 吴哥好 大家好 我是侯怡晨 OK 好 那常看我们前部的观众朋友 大概已经知道 谁是谁不是 OK 那大概就知道了 OK 我有今天 好 今天很开心 玉君来到了现场 那玉君出新专辑 是的 这张新专辑叫 爱老虎游 因为今年是虎年 就 I love you 而且我觉得还蛮幸运的是 公司是邀请到 就是金曲歌王立友歌 来跟我合唱 OK 所以就是还蛮幸运 这算是我出道这么多年 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 不是满歌 不是可怜的 因为我蛮爱笑的 但是很多人都会说 那你怎么唱歌会这么可怜 我说你会被抛弃几次 你就知道 有很多人讲说 又是被抛弃几次 写出来的歌 然后会特别感动人 唱出来的歌 会更能够刺到人家的心骨里的感觉 可是对玉君来讲的话 我刚刚一开始就讲 今天要来谈林毅挺直 是 所以玉君你有林毅挺直吗 我只有三次有看到 看到影像 我就是会感觉到我不舒服 然后我感觉到不对的时候 脚背 你就会觉得痒痒的 然后比较严重 有一次是就回去吐了 你从小就听得到一些声音吗 我从小就听得到一些声音 但是那是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念书 可是那时候其实不懂 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 告诉我自己 搞不清楚 你家人会不会从小就觉得 这个孩子怪 No 我没有告诉过我爸妈 你为什么 我不敢讲 那个声音是告诉我说 跳下去 跳下去 因为我家那时候在五楼 然后就是他就是一直 我爸爸妈妈只要不在 可是我跟我弟弟在哦 他就会一直说 你跳下去 你跳下去就什么都解决了 这样子 跳下去 然后我心里就想说 我跳下去那我爸妈怎么办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是 可能不知道哪里来的神尊也要保佑我 等一下我们也请谢老师来看 因为对于你来讲 完成这些真的不容易 因为每天都面临神魔交战 这边告诉你要这样 然后另外那个声音告诉你 都不行 人生非常的美好 OK会这样 可是说实话 因为有很多人 你常听到很多人都说 他有灵异体质或什么 因为在节目里面像 向怡辰也讲过你本人 然后包括你姑姑帮你 封那个 对不对 封起来 类似这些 可是 顺庆我就讲 我们平凡 感觉上是幸福的 因为 好 像这个 他连要去上个香都没办法 为什么 对他这算是重度敏感体质 因为有些敏感体质 他对那个空间会很敏感 甚至我之前有认识 像做房仲 他进去就知道这个房子是怎么样 因为就是有这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可是这个民众 他是比一般人更严重 所以他的家人 他的先生知道说他有这种体质 所以平常就会尽量避免 可是问题是遇到外婆死掉了 一定要去上香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 于是我那天就是他先生 跟家人们陪着他一起去殡仪馆要上香 那进去那个时候 先生也知道他有这个体质 所以还都牵着他的手 果然一进去 第一时间就开始觉得不舒服 就觉得这整个都开始觉得头晕 头晕之后 他就觉得说奇怪了 有东西在压着他的肩膀的感觉 然后开始往前走 就觉得他看到的是一个走到旁边 都像是格子一样的东西 而且这时候肩膀上沉重的压力 然后跟整个头晕的感觉 已经更严重了 这时候他踏出他的第一步 突然间觉得他进去那个通道 就好像一个强大的力量把他往外推 而且那个力量是冲着他的胸口来的 那时候他是觉得很害怕 可是他突然间觉得这个力量冲着我来的地方 仿佛就是他脖子上 原来他脖子上带了很多东西 他带了那个地藏王菩萨的香火袋 妈祖的香火袋 还带了一个那个 Mali Bali Hong的形态的那个符咒在这边 然后他突然间觉得非常不舒服 这时候他想说怎么办呢 他就想说包包里面有大杯咒水 因为你知道这种体质的人 什么都有 就好像我过敏的人 我天生都有抗主治安嘛 我都在帮忙 当然他们这种过敏的人 他就有带这个大杯咒水 他就先喝一口 然后心里就跟地藏王菩萨说 地藏王菩萨拜托你帮帮忙 我今天是来给我的外婆上香 可不可以让我进去 然后这时候他就突然就觉得 好像真的有开了一条道路 而且他叫他听到一个声音 就说走中间快速通过 就是听到这样的声音 后来他就顺利去给外婆上香了 那上完香 可是不是只有上香 因为总要出病嘛 所以后来就是 他有跟地藏王菩萨跪求说 那再给我去一次 就是我外婆出病的时候让我去 据说为了求的这个答应 还搬了十次杯才有行杯 那问题后来他就出病那天 终于他有个哥哥 哥哥本来对这件事情都很贴词 觉得这妹妹一天到晚 自己说这个有什么 都是那个不科学干嘛 后来那天大嫂就跟她说 事实上他那天去殡仪馆上香那一天 他哥哥也吓到 因为他们不是家人一起去吗 他哥哥跟大嫂走在后面 当这个妹妹感受到说 有一股力量 有一个通道 有一个强大力量 往他胸口推的时候啊 你知道后面人看到的是什么样吗 什么 他们看到他的妹妹 好像突然间一个亮枪 被一个力量推开 他的人是往后的 是因为他先生拉住他 所以说他哥哥自己看到 那个画面吓一跳 因为明明没有东西在前面 他突然间又看到那个 所以他哥哥那个时候才信 他信说原来好像真的有那些事情 他后来想说 对那个力量真的大到 他胸口都觉得会痛 所以他开始分享他的经验 很多的网友说 有时候真的不得不信 说不定真的有些人 他就感受得到这种空间的差异 所以他的 但是像他这么严重 真的相对比较少 对啊 小老师请问大杯咒水是什么 因为我们常听大杯咒 可是大杯咒水 然后对于这些到底有什么一些帮助 刚才树青讲这个 他不过去上个箱 那推他干什么呢 不让他去为什么 其实有时候他是一个空间磁场 那个空间磁场 对某些人他会有一些所谓的影响 所以他穿不过那个屏障 换个角度来说 你知道有一种球不是有弹性吗 那你在走过去撞到那个球的时候 自然就会被弹开 对啊 所以从另外一角度里头 那么看不到的这个空间磁场 就类似这个情况 所以当他撞上去的时候 会被弹开 其实我有看过 因为有的人是比较轻微就是亮呛一下 那有的比较严重是真的有可能到双脚离地 他往后飞退 整个被弹飞啊 对 有一种是他不愿意让你去的时候 有些甚至你会听到声音 就是有人在打他那个声音 啪一声 可是旁边没有人 那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像这么严重比较少 因为一般人有所谓五感 那除了另外第六感以外 那其实呢 因为有些会闻得到味道 那闻到的味道呢 我有遇过他是骚痒 真的吗 你遇到那个就是他就是 类似那种导弹鬼 他就可以抓抓抓 所以你会莫名其妙 为什么一直觉得这个地方 有人在抓你的感觉 就只拍某个部分 就那个地方一样 那另外一种是看得到 看得到也分很多种 我常用近视眼做比喻 你近视一千多度 我看到就是有一个好像那个 那所以你 模糊糊糊的 那但是有的人 我眼睛很好 我就一看我就非常的清楚 他的形象 样貌 所以你说从看得很清楚 到稍微浅一点点 到完全懵懵的 或只是我有 你知道有些人就只是知道 那边有个 甚至有些人比较好一点点 他可能会知道 那个是男的是女的 所以依照每个人体质 他各自有不同的这种感应 感觉的一方式 所以所以说 如果看得很清楚的那种 那看得那么清楚是 像我们这样的 还是有时候会看到 我是看电影啦 有时候会看到那个 脸弄一半的 或是身体残缺那种 会看到那种吗 会 那日子怎么过啊 所以我曾经 我们以前有一段时间 有辅导很多 就是看得到的朋友 其中有一些人会因为 这个干扰 干扰到他身心俱疲 然后甚至想不开的都有 就有没有会因为这样 把曼歌唱成快歌 有没有会出现这种状况 不是 你那个本来就是快歌 我不是说你 我说有没有人会出现这个状况 其实有时候他们会听到 我刚才听到一些声音 包括可能某一些特定的音乐 它一直出现一直出现 那这个呢 有时候是跟那个林他本身 他有特定的某一些东西 他让你感应到 OK 那玉京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像刚才这个网友 他随身 因为他知道他有这种体质 他随身会带一堆 刚才肃清讲说什么 除了大悲咒水啦 然后各户神明 地座王虎法才香水 香火带啦 然后妈祖的香火带 然后欧妈那边烘的那个符咒什么的 对对对对 那你身上会准备这样的一些符咒吗 我有 但是我的几乎都不是我自己求来的 家人帮你求的 家人 粉丝 戴在身上是这些啦 所以你还有没戴在身上的 车上通通都是 不是你身上戴这些 你会把它挂在身上吗 之前会啊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你戴这样子很像那个怪人啊 很怪啊 可是这个都是每个人的心意 然后他们都帮我跪跪楼了 然后全部通通都是就是神明加持过了 请问你有很认真看过 你那是哪几种符咒 像刚刚讲说有 有关系地藏王菩萨的 有妈祖的啦有什么 我的太多了 就是身上这几个就是比较亲密的 好女生女生女生好朋友 帮我帮我求的 然后像这个是好像也是辟邪的 这个是什么贵枝什么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贵枝 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啦 反正还有那个这个是虎爷的那个嘛 虎爷的 对啊就是我都也都会随时 那余君有没有请问一下 你有这么多这些 一定是会发生过很多 像你刚刚讲说你会听到声音 然后你也会有车关不断 你会有很多 是因为发生很多这些 所以会帮你求一大堆的这个 虚望保佑平安 你刚刚讲你会听到声音 还有哪一些 我从小哦 很小很小 反正就是我家还在很高楼层的时候 那时候应该还没念书吧 我就是拿共同一样 我就是会打到我自己的 右大拇指就黑青了 拿剪刀就剪到我自己 拿刀子也是 然后我们小时候上课不是都要锯 那个木头 美工 对美工 手手也是 然后拿剪刀就剪到这个 剪到这个 然后连拿铅笔 也不是别人弄我 就是我自己不知道怎么插的 就插到这边 然后就有一个黑黑的颜色就留在这里 黑色留下来 就只能证明你就是一个非常初心 然后凡事不讲就细节的人 你就是这样子的人啊 对 我本来也是这样想 对啊 一直到我念书的时候像我骑车 骑脚踏车 一样都是过弯路 每个人都没有事 就只有我跌倒 我念书的时候像我骑车 骑脚踏车 一样都是过弯路 每个人都没有事 就只有我跌倒 好 那我骑摩托车 我就是会遇到电线杆两边 然后结果它电线有一边放下来 就是一边还在一边放下来 然后我骑过去的时候 我的摩托车就勾到下面 我就在天空翻了两圈 为什么我会知道翻了两圈 因为是功能告诉我的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昏迷了 我掉下来我已经昏迷了 然后送去医院 然后我开车的时候 我讲比较 比较大一点的事故好了 就是我曾经撞坏过两台车 都已经是报废的 撞到报废啊 报废 那一天也蛮奇特的 那一天是清明节的当天 那时候我已经在工作了 我在百货公司 那因为我爸爸妈妈 就是去看我阿公阿嬷 然后他们就顺便陪我下班 结果下班的时候 因为省到要回家的路上 其实省到是没有支路的 通常我开车都是开在比较前面 因为我个性比较急 但是那一天我们停红绿灯 我是还开窗户跟我爸妈说话 就是打招呼 也很瞬间啦 没有非常的久 但是一关窗户之后 我立马我就是黑的了 反正我醒来的时候 因为我就开在这一线道 所以我要撞到旁边的护栏 其实是不难的 因为我爸爸妈妈在这边 然后我就撞到护栏 发现我的那个前轮已经下一半的时候 我的黑就变成是清醒的了 然后所以我就叠到田里面了 一样叠两圈 你是自己开车会面临到这样 你如果坐车不会 坐车不会 我是为你们的宣传着想 我懂 所以你是自己开车才会 他们只要不要让你开车就可以 OK 可是其实我技术不烂 我坦白说 那你自己讲的 没有 我可是开手牌游过的耶 那有命理师说 你生来就是要当鬼新娘 因为我身旁有非常多 照顾我的长辈 前辈 然后他们其实有很多人 看到我的时候 就是会带我去认识的 因为很多人不是都我认识的 师傅 然后他相信的 什么什么 然后带我去之后 每一个 每一个都说我一生车关不断 就是有那种 一直想要靠近我 或是想要把你带走 对 就是想要跟着我 谢老师 他是不是 就是要被抓去当鬼新娘 因为如果是体质问题 确实有些人 他很容易就是被缠上跟上 所以一直发生状况 就像曾经也有人 就是连续发生车祸这种事情 有些人可能十年都没有一次 但是有人就是一直连续发生 但是呢 其实基本上要讲到鬼新娘 除非我是这样讲 如果单纯是命理师跟你讲 我是觉得就是 那也许 也许因为他是因为你遇到很多次 但如果是通灵的师傅 比如说OK 我是鸡同或什么的话 对不起 就是会通的 不是看八字的那种 那如果是那种师傅的话 我就是会比较担心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提到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所以一般你会发现外面在冥婚 都是鬼新娘在找男生来帮他冥婚 冥婚之后他为的是什么 为了要接受阳世间烟火的祭祀 所以变成说我不管我已经结婚 比如举个例子我已经结婚了 我还是可以娶鬼新娘 可是我的第一个儿子 我就要给他做儿子 以后拜的时候就会有拜到他 他就会有烟火香火祭祀 可是也有可能就是我还没有结婚 那我碰到了 OK 明婚 然后之后我将来再结婚 我要问过他 他OK 然后我跟他结婚之后 生了第一个小孩 一样给他做干儿子 就等于认他做妈妈 然后将来他一样要祭祀他 但是为什么提到就是 民间几乎没有鬼 好应该这样讲 鬼丈夫 对没有鬼丈夫这件事情 因为十之八九我刚才提到 我有遇过确实是有 就是他可能经过车祸现场或什么 经过的时候发现 突然间看到 那真的有时候在一个礼拜里头 就身体急速的状况就不好 那如果是来得及的话 通常老师去帮他处理完之后 沟通完就好 我曾经还有过就是一个人躺在床上 大概四五天 完全不能动没办法进食 因为那天真的是在录影 是在录影 是在讲风水的东西 可是那没办法 他就说老师 你可以先帮我看一下 你要我走过去看一下 我说那我知道 你知道赶快帮他处理 虽然之后我们就要回来继续录我们的节目 可是你知道录录录录录录 还在录喔 20分钟后他起床了 他开始去找东西吃了 他为什么他可以下床 因为他已经连续多少天都下不了床 然后这个有时候刚才提到 就是有些东西他必须要跟他沟通处理 要不然的话像我刚才讲 如果他不是因为刚好那天去他家 也有可能他就 那个女神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才是真的要担心的 所以如果你那个护身或什么 其实是因为今天比较 我不知道你要带这些东西来 不然你会准备一个 我有个能量测试器 我可以帮你测一下 哪一个效果比较好 哪一个能量比较强 你就可以带在身上 那你有空再去找谢老师 测一下哪一个比较 要不然身上挂的 这样零零当当的这么多 也不是个办法 其实对啦 我觉得心诚则理 你总是让自己也安心 那谢老师也有讲过像这些 可是 依晨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你也是有敏感体质嘛 那我们要让观众朋友知道 对眼见为凭 你有没有像这么惨的 一看就知道 这是两部不同的车嘛 对不对 一部是红 除非你把这部弄完以后还去烤成红色 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每个都可以装成这个样子 医生你 其实我真的都是 应该会出大事 可是在我身上真的是化掉的 真的吗 本来是什么大事可以化得掉 就是 就像我已经不下好几次 在高速公路上爆台 对 然后还有就是说 闪车 闪车稍微闪一下 可能就会 就会偏下去了 就是我都是被大车可能毁过 然后就 明明可能会是很大的trouble 很大的车祸 可是我就是只有车伤 或者是说 我都 所以对你来说这是好的 可是我的频率是真的很高 就是包括说在我前面 下一个连续撞的就是我 对 然后还有那种 你看在高速公路上 很急速的路上 爆胎 对 对 可是我没有翻车或是什么 那些 因为爆胎说实话是很危险 你很难控制 是真的很危险 我也有一次 对 大家现在是要比比较惨的 就对了 还有没有更惨的 可是我说也是真的 它那个车 我就是整个后轮都已经烧到都没有了 然后我就想说我放下盘怎么不能控制了 你开车以前可不可以检查一下车款 检查过了 好 才刚检查过 我觉得都有耶 可是有一些东西真的是 它来得很快 跟来得太过于平凡的刚好 就像我那时候 我刚实习的那时候 就是好几次 我在台中的医院实习 那一条路就是我们台湾 现在在台湾大道 以前叫中港路 是非常笔直 而且非常长的 车速也非常快的 我连续三天 是真的连三天 人家在我前面出车祸 就是我警戒就是下一个往下撞 然后我那时候是在实习 所以是还没有很 心智还没有很成熟 各方面都没有很成熟的那时段 然后实习对于一个护理人员来讲 是压力很大的 所以我那时候去到医院的时候 我都一直有听到声音 一直告诉我说 你怎么这么的糟糕 你怎么做这个事情都做得不好 你连这个都不会 然后我们那时候 我还记得我在十楼 就是在医院的十楼 然后是肿瘤科病房 在实习 然后就一直有声音跟我讲说 跳下去 我还记得我在十楼 就是在医院的十楼 然后是肿瘤科病房 在实习 然后就一直有声音跟我讲说 跳下去 真的 那时候就是 然后我都不知道说 真的有真的有声音 然后就一直告诉你 你有多么的糟糕 然后我当时的状况是 我就想说 算了 我那么糟糕 那我就要去换掉我的实习服 然后老师就阻止我 然后同事 因为同学 那时候一提有八个护理师 同学就开始阻止我这个区块 对 所以是很辛苦的 然后后来是他们没有让我走 我也因为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被安排 直接就不能让我实习 对啊 然后还帮我安排精神科 然后学校去做辅导 对 有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困难 后来去辅导 到精神科去 对 然后弄完以后 状况就比较好了吗 没有 辅导师他给你的是很 就是跟你沟通 因为他们觉得你会不会是 精神方面出现的问题 看压力太大 对 他觉得你压力太大 所以我当时就暂停了我的实习 足足四个月 然后他们还叫我就是去做运动啊 然后还想说 因为我 我爸爸很早就走了 会不会是因为经济状况不好啊 什么的 然后就给我很多的那种 社会福利 可是怡神后来你有去找 包括有一些老师看或什么都有提到 都有提到说 好像你有三个跟着你 对 其中一个是你父亲 对 以前其实我就知道我爸爸跟着我 你怎么知道你爸爸跟着你 他就在我旁边啊 而且就是 你刚才 对不起 他现在离开了吗 他现在离开了 我现在没办法 你现在没办法 对 就是 就是小时候我爸爸走了以后 其实我爸爸他都会 吃一个东西 叫他们说我踏散 你知道吗 那个 以前那 每次去泰国 泰国的味药 我爸爸会吃那个 然后 他走了以后 其实我都一直闻得到他的味道 嗯 然后 我也看得到他 就我爸爸蛮高大的 然后就是瘦瘦的 然后 没什么头发 就有点秃头这样子 然后就会看到那个型 在旁边 对啊 有一次就很 很夸张的是 就是我那时候就是 谈恋爱嘛 然后男朋友给我 壁动 然后要亲下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我爸在旁边 我就闪 对啊 然后那个男生就说 那真的是比较麻烦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 很烦耶 那你没有回头讲说 不要这样啦 就是 这时候回避一下嘛 要不然女儿怎么这样 他说我也需要隐私啊 对啊 就是我爸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年纪还不适合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大概就是 那你爸不应该是给你看到 你爸应该是从那个男的后面 一个头给他拔下去啊 对啊 狡猾小孩啊 他就是在旁边 让你知道说 你老爸在这里 那种感觉 那对你来讲 那怎么办呢 就是 那你爸如果一直跟着 那你不管在任何地方 你都会感觉得到他 他其实他也会看 他不会一直跟着 他不会一直跟着 就是 就是 譬如说 像我最有感觉就是说 我入学的时候 新生入学 所以我要到新的环境 或者是说 我自己有觉得说 害怕 或是说 就是爸爸 什么的 就是还有特地的节日的时候 他有感觉到 你在想他 你在换他的时候 他就出现了 所以你如果是有一些 特殊的状况或什么 你 像譬如外宿或什么 对 你会想办法把自己灌醉 我跟你说 你们都会带那个 那些东西 其实我也会带 对 我也会带 我一定要带特殊的东西 什么 我一定要带酒 就是 这是另外一个喜欢喝酒的人的借口 太口罩了 你忙了以后 你忙了以后就是 你不知道你是真忙的看错 还是你是真的看到 所以我都会说 我忙了 或者是说我醉了 真的 就是他会让你自己觉得说 我是因为身体的关系 身体关系 因为喝忙 对 因为喝忙了 而不是说我真的看到了 整个脑袋让解释成 让自己没有感觉 对 没错 我就会用这种方式下去 真的吗 为什么 我感觉到的是 我就直接问柜台 我就Google 你问柜台什么 我那时候就是去旅馆 然后就是把他住宿 结果后来我就是 我就是 他叫我进去 我有进去 我开车子进去之后 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我就马上Google 我发现那一间有人走了 我就马上到车 就是直接问那个柜台 柜台说是没错 所以如果到外面住饭店的话 你们宣传跟你去都很好啊 就先叫你进去一下 你觉得OK的就可以住 他就一人住一间 他说我帮你换一间好吗 我说不好意思 我就接过 你有没有听过 其实有一个圈内很有名 非常大牌的一个歌手 他是到中国大陆去演出的时候的事 他到中国大陆去演出 就是他们随行大家几个人去的时候 也有灵异体质的人 然后就先进去 进去以后 他们习惯进去 大家都知道嘛 就跑遍大江南北 尤其你说歌星啊 或什么要很多地方去 对 所以大家习惯都一样 敲敲门 拍谁打扰了 然后进去写摆阴阳 不要摆正 什么 然后他们有个习惯 把柜子全部都打开看一下 然后他们的 我不知道是宣传了什么 反正就进去把柜子 全部都打开看一下 然后出来以后就跟他说 我们换一个饭店吧 然后大家就不讲话 哦 这样吗 就懂了 好 就换一个饭店 然后他们走到 这个故事在下半端 他们走去要换一个饭店 到柜台就说不住了 要换一个饭店 柜台说为什么 然后他们就讲说 反正我们觉得不适合 就要换一个饭店 柜台也没有办法 好 那就办 就他们要走的时候 柜台的电话响了 然后柜台就接电话 接了电话以后 就直接跟他讲说 那个董小姐 有人打电话找你 找我 谁会打 电话拿起来 警告他 就一个声音 悠悠的说 你们怎么找人啊 这个是一个 国内很有名的 非常大牌的一个艺人 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 对 我不是讲你啊 我第一次说 反正有这个你就会知道 很多这种体质 你不知道它是好是坏 你知道吗 就你可能会感觉到 这些或什么 但书记 你刚听的就是有人喜欢喝酒 然后故意找个借口 然后说要把自己灌醉 可是这些事 平常讲 我的态度一向都是宁可信其由 因为你看不到不代表没有 对 可是有很多人 像在医院啊或什么 一定有很多是这样一些的状况吧 而且有些人是 会被鬼闹到 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就是有这种体质的人啊 在某些场域 真的他会觉得比较困扰 嗯 但是我要先讲一下 像郁君刚才的状况 从科学来讲 就是假设有三种可能 一种就 你确实是灵异体质 嗯 那如果民众有这种状况 你也有可能不是灵异体质的情况就是 第一个像小朋友有些癫痫 因为他失神性发作 所以你有时候 那些东西 为什么常常戳到掉下去 打到什么疙瘩疙瘩 要考虑 所以你觉得郁君可能是癫痫 小朋友的时候 有一些他是癫痫的发作 喔OK 失神性发作 你觉得他突然间愣住 他其实在干嘛 那长大一点点也有可能 因为你癫痫的人开车 如果突然发作就撞了啊 下一秒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下一秒就做了 所以有很多种可能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 真的就是你 其实有一些不知名的力量 我是说观众朋友 如果遇到这些状况 有时候还是可以 都可以翻新一下 有好几种状况 有很多种状况 那如果在医院里面 确实有些人就说 每个人都在医院 为什么只有你有感觉 真的有 我先讲一个我朋友的案例 我觉得 有时候就算连科学人 他也没有办法 有一次我那个朋友呢 他就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咳嗽都不会好 那他就是看了几个医生 那找不出来原因 你知道吗 就是没有很严重 但就是咳得他很困扰 尤其一晚上就咳 本来想说这是过敏什么 但是以前都会好吃 怎么不会呢 于是后来呢 他就是刚好去医院参加 去采访某个医学会 还在干嘛 他想说顺便挂好了 那顺便挂的那个同时 顺便看 看了一个他从来不认识的医生 然后进去的时候啊 那医生呢 就看着他 就跟他说 我不知道你要不要相信我 你爸爸有事要交代你 然后他爸爸是不久前过世的 然后因为我那个朋友 他本身其实也有 类似的相关的经验 所以他愿意相信 而且他认为一个医生 没有必要这样的 然后他就听了他的话 是说叫他不知道是 包括他爸爸也交代 包括因为他们家里也有信仰嘛 所以可能去他们家乡的 什么庙要干嘛 他说他就是去他家乡的庙那一天 真的很奇妙的 就遇到一个他家 他很久没有见到的长辈 那个长辈就说 之前你爸有什么东西 我就一直忘记 然后今天刚好来 遇到你 我要拿给你 然后我想说奇怪 就是连最科学的医生 他可能都有这种天命 他必须帮忙人家 所以他就是 他平常都不会讲 但是没有办法 你爸就把你叫来 而且他爸应该就在那旁边 很直 对 我现在就在那旁边 很直 你叫你来 你骚不来看 而且他爸一直在 那个咳嗽的朋友 后面 就看着医生 敢讲 敢讲 你怎么不讲呢 这些 说实话 因为医院 在我们的想像当中 医院 墩厂 墩厂 或什么这样 兵役馆 一定是最可能会有 像这样一些 你不管讲干扰也好 帮忙也好 都有可能会是这样 所以你在医院 我之前就是 我们从医院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定的路径 譬如说我可能就固定 走哪一条路 回去开车 去牵车 连续好几天 我要从医院的停车场 走到我们的 某一个门诊大楼的时候 我都远远看 我都一直觉得说 那一块地方怎么好像 有一滩水的阴影 或者是什么 就是那一滩水的感觉 可是在走近看的时候 它又不见了 好几天 我都想说 到底是什么 结果你直到三天后 有人从上面跳下来 就在那个地方 就这样 结果你直到三天后 有人从上面跳下来 就在那个地方 就这样 对 那事情是还没发生的事情 对 你会预知到这里有什么 我就看到 就是那一滩的东西 我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解释 可是这是真的的事情 然后也有 就是我有听到那个诊间 就是晚上 因为我们下班时间 小夜班12点 你下班时间过后 等你忙完的时候 大概都是凌晨1点到2点 那个时候 我听说这个时间好像是比较 最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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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偏偏都是在那个时候 才就是要从医院交班完 要离开 然后我们的停车场 就都是 因为我们员工停车场 是在很高的楼层 你要停到最高的楼层上去 所以都是很暗的地方 然后我每一次都走过 就是有一个诊间 我就听到有那种小女生 可能是女生 可是年轻的女生的哭声 对 一直都会听到吗 就是刚好就是那个事情 如果我太早下班 也不会 或者是我没有上那个夜班的 那段时间 我就听不到 可是就是那个时间听到 就差不多止时的那个时候 止时1点到1点 凌晨 对 然后我也不知道 那个是什么状况 后来就是大家会聊 有时候会聊一些 以前的那些历史 什么的 后来知道说 那个地方是 之前我们有一个 很久的学姐 他们以前在做品鉴 跟一些医院的一些 他们 还有再加上他自己心理的一些状况 家庭因素 他就在那里打 那个自己打针 就自杀 这样 对 我有提出来 然后后来医院有做那个 每年的 就像那个时候普渡 大普渡 大拜拜 然后会有那个法师 会去寻 就是会 会弄一个 对 然后还有每年的那个 我们叫喇叭节 对 喇叭的时间也会去做 然后我就有说 帮我们带去那个地方 就是带我们去 因为平常你寻 每个病房都会 楼层都会寻 可是不会寻到那边 因为那里太偏了 太偏了 我们会漏掉那个地方 然后我就有说 就是去那边 然后后来过了那一次以后 我就没有听到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 心理因素还是怎么样 可是我真的有听到那个声音 所以一般在医院 刚刚讲说 医院除了像这样 你应该也听过很多 像医院的这样 有些人因为知道自己有这个体质 所以你们都会随身 攜带一些东西 避免减少自己看到的机率 那这是一个年轻的妈妈 她也是平常觉得 自己有相对敏感的体质 所以她都会随身 攜带佛珠在身边 偏偏那一次呢 她是陪着她小孩 要去做牙齿矫正手术 那因为年纪比较小 要做一些那个 所以她是提早一天去住院 那妈妈就说 陪孩子住院 天天那天可能很着急 就忘了带她的佛珠 那这妈妈每天都有运动的习惯 所以那天当晚住了院 等那个要手术嘛 然后想说每天都有运动 那在医院怎么运动呢 没办法运动 对不对 突然想到 现在医院都有健康楼梯 大家知道吗 就是说你如果把她那个安全梯打开 你会发现她都会鼓励大家 每天爬楼梯锻炼身体 她想这个很好 于是她就决定 那就来锻炼一下身体 她就开始打开楼梯之后 往上爬 一开始往上爬 都觉得朝气满满 因为每个楼梯都写加油 你再几步就到咯 你已经消耗了多少卡咯 她一路登登登登登登 跑到十楼就觉得 今天又运动 这时候要下楼了嘛 要下楼的时候 她突然有感觉了 她觉得 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出现 因为她们有时候 就是你还没有看到 你就已经先有那个Fu 然后这个时候开始发现 她这一层楼梯的 后面的灯开始暗了 人家以前感应灯是 你走去它会亮起 对不对 她刚好相反 她好像突然间有暗了 然后她就开始紧急了 想说不对 这感觉不对 要赶快离开 所以她急去往下跑 持续往下跑 那个灯就一层一层一层层面 你知道吗 她心里又一直告诉自己 说不能被她追上 我要快点 我要快点 那她又快点回来 就会很急的时候 这时候觉得快要被追上 她觉得可能有 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这时候运气很好 就是刚好到五楼的时候 那个门有人打开了 打开 就是一个护理师来了 可能护理师她也是 蛮正气的 一打开 灯就亮了 整个灯都突然就亮了 因为你刚才如果说是安全设施干嘛 所以每一层都亮了 就全部都亮了 所以显然不是感应灯 对 然后她一开了全部都亮了 可是因为她灯的时候 一直跑一周很急 对不对 虽然亮但是稍微就跌倒 后来小事 就是因为跌了楼梯不远 所以她是扭伤 你想如果说没那个开 说明真的就可能跌得更严重 对 如果讲这些状况 小小子 两个 第一个是 刚才一层她可以 预见到过几天的事情 或是她听得到以前发生的 刚刚讲那个 可能是你们以前的学姐 发生的这些状况的事情 那 这个是个顽皮鬼吗 好 就是她把你的灯 一路一路这样弄灭干嘛 那事实上我把它分成两块 一块是刚才讲到 为什么她会在之前看到 对 一般来说抓交替 那个就是抓交替的 抓交替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 原本你知道水鬼变城隍的故事里头 她会在之前告诉她 哪一天在哪里 你要在那个时间点要到那边去 所以你才会看到那一台 像水型的一样的一个东西 在那个地方出现 可能隔了没有多 一几天之后 可能一两天之后 她就在那个地方 那这种是属于 就是我们讲说 她是正式那去抓交替的 所以她会在之前会有预见 那如果不是的话 临时的就不会 第二种是 类似是你讲这种 她就比较像 真的就比较像 有些是比较顽皮 她就是要做弄你 然后只是 只是她的能量 如果没有到那么强的时候 遇到可能刚好开门这个人 她的气场比较旺的时候 她就自然就只会退开 OK 所以我也曾经有遇过一个 但是那个时候 那个不是因为 她只是 可能因为我是小孩 那时候我妈妈开刀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是小孩子 我们就到医院去 然后后来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你要坐电梯 我们坐电梯不会特别那个 就是OK 就看到那个就跟着就坐了 然后就坐坐 没想到那个电梯 就到地下室横底下去 然后走出去之后 那个时候还不懂 就是那个 下面有 太平间 对 我们那时候还不懂 然后一看 哎哟 这个是什么 那后来才知道 原来太平间是放那个 濕底的地方 走进去之后呢 就看到突然发现有个老先生 就眼睛乖乖 因为他几乎是白的 他看着你 他就跟你笑 但是他没有恶意 他就是朋友 想要过来抱你 或什么 可是我不认识你 然后又看到他眼睛那样子 大家会觉得很害怕 所以我们就一直跑 一直跑 他真的整个跑遍太平间之后 我就跑出来 再跑到楼上去 他才没有再跟上来 所以基本上 有时候遇到 他也许是好奇 也许是因为他 他可能很 也许思念同类型的孩子 比如说他的孙子 或什么 看到你他觉得很 有一种 就真的是因为恶作剧 他单纯只是恶作剧 那所以这个都有可能 OK 刚才谢老师有讲到说 那个抓狗铁 就是各位知道 那个水鬼变城隍 就是其实那个水鬼 他本来是可以抓狗铁以后 他就可以展示投胎 但是他第一次告诉他说 你在这里等 你可以 你可以抓狗铁去 结果他发现 他要等的那个人 有一些特别的故事 他心软 他就不愿意抓狗铁 好吧 你不愿意 那就再等吧 再等一年 然后讲说好 接下来日子又来了 你可以在这边 又可以等到一个什么 他就在那边等那个来以后 他又看到可能 第一个是个孝子 第二个可能有小孩要养 第三个是什么 他又不忍心 他又让他过 过到最后就说 算了算了 你也不要抓狗铁了 我觉得你比较适合 来保护所有的人 所以你当城隍就算了 好不好 因为你都不愿意抓狗铁 可是抓狗铁 一直 大家每次到七月 都会抓狗铁 这件事 你曾经有过 在游泳池被抓狗铁 对 不 是哪一家游泳池 把那个名字讲出来 我不能说 就是在我家附近 不行假的 那时候 就是我每天早上 我爸爸都会先带我 先去乘泳 乘泳完之后 我再去上班 结果 那一个礼拜的某一天 因为我早上来不及 所以我是下班后我才去的 OK 然后我就是从这边游到中间的时候 我突然就 就是没办法游了 觉得我要溺水了 第二个我就是觉得我的脚 好像有人抓住了 然后我就沉下去了嘛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求救 我就只能拍打水面 可是我的已经下去了 然后我就看到 有一个人 就抓着我的脚 是男生 他是笑笑的喔 然后我就看到 有一个人 就抓着我的脚 是男生 他是笑笑的喔 可是我就是很害怕嘛 因为我觉得我溺水了嘛 然后叫声源就在我的上面而已 我就是游到这里 所以救声源 因为他看到我在拍 然后因为当时是太 因为你又溺水 又看到那个 你真的是 你完全没有办法反应 后来他把我救上来 他用好像是竹竿还是什么 把我拉上来 然后就是在那边 就是帮我 不知道干嘛 反正我就醒了嘛 清醒了嘛 他就说 你怎么从那里游啊 好好的 怎么游到这个溺水啊 才 就游一半 我也不敢讲 真的不敢讲 你看到下面那个笑笑的那个人 他是穿红色泳裤吗 不是 因为一般救生员是穿红色泳裤 他是 不是救生员坐在上面 喔喔 救生员坐在那上面 只会有一个是在竞技拮矩 走一个 然后 然后后来我其实有 有在側面去问 就是附近的 那里有发生过什么事吗 对 有人就是在里面有溺斃过 哦 不过 薛小师像一般 好啦 你说不管是于君 医生这些 有灵异体制 或你讲说敏感体制的人 有些人也不想这样啊 他也不想看 他也不想背下 他们要怎么保护自己 通常一般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说 OK 有一些人他可能 除了这个灵异体制以外 他其实有 民俗上的说法里头 他有时候他的脉络 他是源自于哪一位 哪一位神明这边 通常就会请这位神明 做他的守护身 像刚才你有提到一些 就比如说他可能 发生一些事情 可又突然间 又能够避开 这时候表示 他的守护身有在保护他 我曾经我有一个同学 他就是在高速公路发生车祸 他旁边 然后旁边副驾驶座 还有另外一位 然后车子就莫名其妙 他觉得他踩煞车 莫名其妙那一天一踩 他就瞬间锁死 然后车子就啪啪啪啪 翻了两圈半 结果呢 他就说 我就觉得很奇怪 好像他感觉像被人摸了 这样拖了一下 可是然后 起来之后他没事 他旁边副驾的那个 是满身都是血 所以他觉得很奇怪 那表示什么 表示他旁边的守护神 他有保护他 不管是守护神也好 守护灵也好 像刚才讲 你有可能会看到爸爸的形状 其实有时候 有时候也是 他我们这个可能 小时候那个时候 他也会成为我的守护灵 我曾经也有过 那个守护灵是妈妈 妈妈也是像刚才那种情况 一直到那个女生弄了 他大概三十六七岁 还没有办法结婚 因为过度保护他 但是基本上来说 好 我必须这样讲 有时候呢 透过一些模式 比如说除了这个以外 也许我去各个 你不管什么宗教都可以 去走走看 有时候你知道 有时候是 这一次这个不是那个不是 有时候会突然间 莫名其妙进去之后 眼泪不自觉的流下来 那就是表示 你找到你的根源 这个换个角度来说 以后 也许换个角度 他就有保护的力量 OK 让你能够 比较不会遇到问题 OK 其实我一直在节目里面讲说 你不要没事去好奇 你去探险 去做一些 就自己跑到一些 置于显地的一些地方 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 小老师您最近出了一本新书 《现代聊灾》 你是透过这里面 是一些 你曾经帮人家看过的一些案子 或什么这些 然后在里面告诉大家 怎么样能够消灾减二 保护自己 因为你必须要保护 因为我换个角度来说 因为我其实 我上电视26、27年了 那我们有这种 像这种做的这个还好 但是有很多是现场 包括命案现场 包括什么 那那个时候 就会有很多 你没有办法去解释的状况 这里头呢 大概包含还有包括 做一些 这个所谓在国外 甚至在 有一些特别的案例 把它记录下来 但是当每一种状况 都有可能是因为 某一种情况 所以要怎么样保护自己 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里面也会特别提到 主要是把这些案例 跟大家分享 OK 那当然有兴趣的观众 可以看一下这些 到底叫怎么样 能够保护自己 类似像这样一些情形 当然最后要祝谢老师这本书 大麦 OK 那玉君 这是以前都是上慢歌嘛 这是尝试的新歌 快歌嘛 对 代表物有 OK 那至于玉君 快歌或是怎么样 我们待会就直接放一下 玉君的MV 给大家来欣赏一下 那祝福两位 两位都大麦 那也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 记住好不好 不管是不是农历契 不该去的地方 就是不要去 如果有敏感体质的 那希望都能够 像谢老师讲的 找到你自己的守护神 OK 再次谢谢所有的来宾 真正有词 我们下次见 拜拜